以前是義交 我有什麼模範義交 我要拿過真人講 當生的記者還有訪問過我 我今天為高雄做多少事情 你們知道嗎 我明英雄的 你們這些議員在問問的座 你們自己照顧高雄的錢 我們沒錢 只顧這麼多錢 十千 多一百 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跟我們的小孩 都沒有寫一個樣子 我今天認真聰明 我全國王七代的人都要做工作 北部都要做工作了 為什麼要是這麼驚人的不好 你今天是就不一定這樣 你市民是哪裡生的還是我這些人 我們都是他們嗎 我們今天是這些人 你要派人講話嗎 你自己都要派人嗎 我國王七代 八神啦 你們這個煎一個火 你賺多少錢 我這個工要賺一個萬五塊 萬幾塊 要不然兩萬塊而已 你們這些人都要派人去 你給我拖出來 你們這名字都要給我一拖出來 你們真的要受苦戀戀 好 感謝我們這些 好 看到這一位大姐非常激動 因為他說他覺得很難過 他說他以前從現在搬到高雄住之後 其實對高雄付出很多 付出很多心力 可是他看到說這個高雄市議會裡面 吵吵鬧鬧 他們拿政府的公塔 拿人民的血汗錢 可是問的都不是關心市政 讓他非常的失望 都是在作秀 所以他就非常激動的痛哭 那昨天的這個過程裡面 也是因為這樣子 社會的觀感上面其實很差 第一天裡面 他們民進黨議員一直希望韓國瑜說 希望他多關心市政 不要滿腦子想著選舉 可是在第一天的質詢裡面 大家看到的 其實他們自己反而就是真的 只關心選舉 不關心市政 這樣子大家開始覺得觀感很差 罵 批評的時候 今天民進黨議員有一點不一樣了 他們今天真的有問市政了 一開始有稍微有一點 做了一個樣子 他說市長好大 就是鄭孟如他戴個口罩說 我昨天只是要市長簽個 辭職聲明而已 他為什麼就阻止我們 好害怕 玻璃心 對 不配合他作秀而已 就被罵好大 這樣就害怕 對 有什麼好怕的 阿虹不是哭了 他還說這個 但是到今天民進黨 就變得比較關心市政了 所以看到民進黨的議員黃文毅 他有說監視器的設置維修費用 警車汰換 還有問這個道路拓寬 國民黨也問了很多 跟市政有關的 這個是剛剛看到的就是市民 鋼鐵韓北 他有特別講到 可是我覺得這個支持者 現在到議會裡面去 就是真的要保持一些 基本的秩序 縱使你覺得你對民進黨議員的 這一些表現 你真的很抓狂 你受不了了 我覺得都要理性 就像這個人武阿虹這樣的方式 用具體的事情去問他 說韓國瑜在這個地方做了什麼事 難道你真眼說瞎話 你都看不到嗎 這樣問我覺得就非常有力道 而且很清楚 他就是不想要太政治化 因為畢竟這一次叫做施政報告 要討論政見或政績 如果都不討論這些 都自己搞政治的話 當然看不下去 像我覺得這個媽媽 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因為她是模範議交 議交就是要犧牲自己的時間 去指揮交通 就是熱愛高雄 像這個他說他一個月 才領這幾萬塊 然後都那麼熱愛高雄 你們這些議員享受權力 卻都搞政治 不會高雄做事 他就會覺得非常生氣 這可以體會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議長許坤源 不得不說 我覺得他真的對韓國瑜滿好的 因為其實他中風有點行動不變 而且你聽他講話 之前他其實講話還滿有 中氣十足 可是他今天這兩天講話 氣都很虛 可是還是去了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昨天的狀況太混亂了 昨天的這個副議長 讓人家覺得說 他好像有點壓不住正腳的感覺 所以今天議長許坤源 我覺得雖然他氣很虛 可是他今天就全程作證 而且他最後還講了一下民進黨 因為他是當所有的人都質詢過 民進黨也質詢過 國民黨也質詢過 他就很感慨的說 一樣都是議員 但是國民黨就不一樣 國民黨的議員發現 韓市長的團隊的官員做不對 都會提出質疑 可是民進黨議員怎麼差那麼多 花媽以前身上有105個案子 起訴了194個人 當時都沒有半個人講話 差這麼多 一個市長要不要辭 不是你隨便做一個看板 你就叫他辭 他是90萬票選出來的 不是你這些議員 隨便叫他辭就辭 你要作秀沒有關係 稍微做一下 有拍到就好了 你們議會是不是都這樣 對啊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我說大家都在那邊擠 不知道擠什麼 可能是有鏡頭在拍 因為我看很多議員 是盲目的在那邊擠 而且還嘻嘻哈哈的 還嘻嘻哈哈 對 你們新北市議員 不會覺得感慨良多嗎 都沒有版面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這個問題 因為所有的媒體 都聚焦在高雄 你們議會上一次人家 去拍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 我印象當中 好像沒有出現過這個場面 真的 到現在當然沒有 那會覺得很淒涼嗎 也不會 所以大家都專心試鎮 他們因為有鏡頭 所以就要做一些道具 我們就省去做道具的麻煩 所以你們從來都不需要做道具 也不用有這個 什麼肢體動作演出這樣 對 不需要做太多這種動作 你這樣才比較正常 對 真的 就是認真的關心市政 對 選民也想看這一個 那我們現在的視訊 來連線杏仁哥 杏仁哥現在還在高雄市議會 而且他還有很多的 韓國瑜的支持者 杏仁哥好 杏仁哥好 嗨 宥中還有原汁 你們好 大家好 杏仁哥 我們現在還在高雄 鳳山市議會 好 杏仁哥 你可以不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下午我們都在負責節目 也不知道高雄市議會 下午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你看到的情形是如何 今天跟明天的情形就不一樣了 今天就比較單純在問政 可是昨天那種情況 好像我是一個超級巨星一樣 好多媒體都往我們這個旁聽 旁聽室這裡一直往我們這邊照 我知道有很多理性或非理性 我從來沒有看過的一些人 混進了我們這邊 然後在那邊鼓噪 當鼓噪的時候 我就好像是超級巨星一樣 一直跟著拍我們 我覺得第一天真的沒有問到什麼 而且今天現在在樓下 又有一堆激進黨 現在還在那邊等說 高雄市長和韓國瑜都沒有在做事情 這一點我可以認同 因為現在的地爆案 因為被卡掉了 很多議員都在找 都在查 可是都 還在那裡不做 新人哥你的訊號是不是有比較不穩定 這邊 現在可以嗎 我們到前面一點 現在好一點點 現在好一點點 好 因為我們在市議會裡面 要說可以了 你可以再講一下 你可以繼續講 我覺得 市長已經做到很累 當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看到市長 雙眼通紅 才中午的時候 我知道他都反而起政 都沒有做 我都睡不好 也吃不飽 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跟他說市長你多吃飽 你真的多吃飽 拿他來 要餓的 做到這樣 我們說他沒有做 要說話要破到良心 我們市長做到很辛苦 越做越散 過去 當局是越吃越好 我們不要去批評他 但是 這些基進黨民進黨 他們在說韓國瑜就是做不好 做不好 這次的問題 他是對做不好 對著路 對著一個水狗 黑不清 你要讓他了解 只說市長做不好 等一下要撒民旨 要幹嘛 說民主已經死了 本來就已經死了 民主已死 現在不是民進 現在是民進黨在做主 而不是過去像 民主的時候 時代是人民在做主 已經變了 整個議會變了 真的教育也變了 我覺得很可惜 不知高雄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算來欠三千幾個 到現在都查不到 他們說市長沒有做 我敢說 對 他這條做不好 這些基報 這些財務 過去當局這場十二年 這些財務 有百萬五萬 有百幾個案件 都起訴 這些財務 跟委嘱文書 這都還不查得清楚 這都要查 這是我們八歲所要了解的 現在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們有注意到 有這個異嬌媽媽 她在現場有痛哭 她覺得感慨很多 我不知道你們現場看的人 從昨天看到現在的人 你們心情是什麼 昨天到現在 大家其實 其實很多的 事實上裡面有很多的寒粉 真正的寒粉都很女性 可是就是會有幾個人塞進來 從來沒有看過的 會在裡面鼓噪 那昨天媒體 在這個三樓的旁聽 我們在這裡旁聽室 很多媒體湧進來 今天就沒有 那今天的問政就比較順暢 沒有在那邊作秀 昨天就作秀了 第一個要提問的 就把這個警市長 要辭職 你要選總統你就死了 我們這個八歲都有在看 市長做到這樣 要選總統是我們八歲的意思 做他去選 改請到他去請 過去當中十 他在執政的時候 在高雄指定的時候 他也請兩個月到去幫小燕做算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你們民進黨可以 我們就不行 我們說話要憑良心 不是民進黨都可以做 現在很多人 急趁市區裡面 現在外國人要撒名字 要說韓國的賣做 請這問他們的良心 我們這個負責是什麼 他說他是高雄市民 我也是 我也是 這裡後面都是市民 百姓 我們並沒有 雖然很支持韓國瑜 但是我們所穿的 就是以市民來關心市政 希望民進黨 你們要理性問政 不要在那邊作秀吵吵鬧鬧 只要有媒體 就開始鬧開始吵 現在沒問題 他們就說不定了 就說不定了 我覺得這個歪風真的要改 我們真的市政很重要 憲良哥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你說其實你們在那邊 大部分都是守著秩序的 可是有混進了幾個 你們不認識的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 在昨天大家看到有一個 就是民進黨他們議員開記者會 有一個女士她衝到裡面 去辱罵這個李喬如 那她是你們熟悉的人嗎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也是我們這個弟弟拍到的 而且民進黨議員 還罵我們韓粉是垃圾 你身為一個議員 你走出來這裡已經沒有言論免責權 你賣這些韓粉是垃圾 而且你跟他說做什麼 韓粉你給他亂扣帽子 他有韓粉的他有穿國籍衣嗎 他有大聲說我支持韓國瑜嗎 完全都沒有 所以說 簡化眾議員 我有聽到 是從你的嘴巴講出來的 我們都錄到了 你是我們用票算出來的 我們這順要問你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這順 我們要問你正題的時候 你們迴避 就把帽子扣上 我們好像是在亂 我們是韓粉 我也覺得我們任務阿宏 真的是第一次 我也在他邊 他給我們最真實的報導 憲哥哥 我可不可以請旁邊這位 他拍影片的 他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婦人 這個婦人他到底是 你是完全都不熟悉嗎 那你拍到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在民進黨團外面 我們都沒有進去 我們在外面看 他們在裡面召開記者 那突然就是一個婦人衝出來 他突然衝出來 然後他走到門口這邊 然後突然一群媒體 然後還有一群民進黨的市議員 全部都追上來 那他們追上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幾個帶頭的 就是一直對他非常 議員 幾個議員非常凶狠 對 嚇死他了 他可能不要說 反對民進黨就是韓粉 對 因為他其實身上根本就沒有任何的 韓市長的標示 或者是說有穿國旗什麼的 這些其實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跟你們也不熟 都完全不認識 從來沒有看過 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對 然後我覺得說你 民進黨的市議員 你身為是民意代表 你是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可是你卻公然的這樣子 對一般的市民這樣做侮辱 什麼叫做垃圾含粉 那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罵人家垃圾嗎 我覺得 市議員 你身為一個市議員 你一個官 他有基準 對 你一個官 你這樣子對一般的市民 這樣對的嗎 民進黨真的這樣子是對的嗎 還有一點我要曾經要做 昨天在議會裡面這樣推擠 這樣推推啦啦 其實我有聽到 民進黨的議員先出言 挑釁 講那個什麼垃圾 還有更不雅的字眼 我們都聽到了 在這邊我們不便講那太骯髒的字眼 沒有人受得了 沒有人受得了 所以 信仁哥你們是不是接下來也會自己約束好 你們是有刻意不穿國旗裝 而且有特別互相彼此提醒這個秩序方面對不對 事實上我知道裡面有很多國粉韓粉 甚至是綠粉 但我們覺得說我們不要有特別的打扮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都是媒體在炒作 真的都是媒體在炒作 昨天我們三樓跟二樓 三樓是記者 記者室 那三樓就是我們旁聽室 偏偏很多自媒體或是綠媒 都有人鼓噪 那些鼓噪起哄的都 我沒有看過 信仁哥你們接下來 如果再在現場的話 恐怕要跟他們保持一些距離 然後自己的這個秩序方面 也要多維持 因為接下來還有很多質詢 要靠你們幫忙 幫韓市長來打氣 謝謝 信仁哥那我們下次再見 橘子白了嗎 就在外界揣色 其民黨跟柯文哲 民眾黨之間的橘白合作 有沒有可能性 沒有想到 其民黨的總召 這個李鴻鈞 語重心長的說 橘子變白就是發霉了 這是不是象徵 橘白破局 最新的內幕 最關鍵的內容 都在今天晚上6點的國民大會 千萬不要轉台 你覺得是真的發霉嗎 當然一定發霉的 只要誰站到白不發霉也很難 好 所以你是對 所以那現在滿多人的 是黃珊珊 她現在要發霉了 她已經退出親民黨了 她不是要沾白了嗎 她就當柯文哲的人 看看能不能黃珊珊加入 可以讓她比較豐富 好 我們下次禮拜一 可以找黃珊珊跟袁茲 來當來賓 好 看看到底有沒有發霉 好 謝謝袁茲 今天來幫忙 謝謝 下次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